哈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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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阿皮亞 那我今天呢 要來介紹這一顆 大家可能看它的外蓋 看不太出來 有一支度壓的造型 然後這是我們台灣製的MIT 全部都MIT 所以給台灣人一個機會 我真的覺得它這一顆做得不錯 除了包裝以外 包裝真的是看不太出來 我又給他們一些建議 對 包裝這個 誰設計的 出來講 OK 那來的時候就一個盒子 這個是作者直接拿給我的 所以給大家看一下 那它這一顆呢 我再轉它的 我先給大家看一下重量跟那個 長度好 要重要 不然等一下 常常講一講之後 忘記測 然後就整個平車又重做 OK 好 它重量是63.6 OK 好 63.6克 那 長度的部分 OK 大概在 60米左右 好 60米 好 OK 那 給大家看一下 它在轉動的時候 我覺得 它做了一個很棒的設計點的地方 我等一下再講好了 然後 因為這一顆是台灣製的 它上面有他們自己的mark 然後這個是我的名字 啪 有沒有 然後這裡的部分 這是他們對概的部分 它這裡是 羽毛 有沒有看到羽毛 這兩個羽毛是一個 這樣子 就是這個圖案 給大家看一下 好 那為什麼要強調這羽毛 我等一下跟大家講 好 然後 它在 它在設計上 就是它的名字叫做戰斧 對 那作者是Raven 只有兩個年輕人做的 那 我覺得說 年輕人 他們好像設計了蠻久 那這個故事性 我也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 他們一開始做的時候 好像 有遇到工廠一些問題 然後 可能有一些 呃 虧錢的部分 對 所以我覺得說 呃 如果大家有 心的話 我覺得可以多支持 他們家的東西 真的不錯 對 整個轉動上 我給大家看一下 它整個轉動上是很順 而且沒有什麼聲音 有沒有聽到 它整個就是很 在 在 應該說在材質 跟在品質上 它其實真的都有顧到 對 給大家看一下它轉動的畫面 有沒有 然後 我為什麼要強調那個羽毛的部分 我給大家看一下 它這個 它這裡 大家有沒有看到那個光的反射 它這裡有這樣子 跟這樣子 然後就跟這個羽毛 有一個異曲同工之妙 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 呃 它在轉動的時候 給大家看一下 OK 它轉動的時候 它有一種內眩的感覺 它的 裡面內圈這裡 有一種內眩 因為它走刀的關係 它剛好 一個刀面是走這樣 一個刀面是走這樣 所以 你在轉動的時候 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說 它的 呃 刀面的走向 然後光的折射下 會剛好看到兩個羽毛的樣子 就在這上面 所以我覺得這個 設計是還蠻用心的 對啊 這個小細節 真的是 我是覺得蠻棒的 很多 Spinner 它其實做不到這種小細節 對 它單純走刀 就一大堆問題 有沒有 然後它有在 它的對概 跟它整個整體設計上 做出一個 嗯 等於說有相呼應的那種感覺 就好像你寫一篇文章 然後你 很多 Spinner是這樣 你寫一篇文章 結果你的牛頭 不對你的麻醉 或者是說 呃 你做了一個 呃 怎麼講 你做了一個東西 等於說 你的設計跟你的概念 完全是很奇怪 那我覺得這一顆啊 就是戰斧這一顆 呃 在台灣來講啊 我覺得是 現在 現階段 我覺得它整個手感 真的是 都是算一等一的 對啊 因為它是全部MIT制的 那MIT制的 那MIT制的 呃 當然 在我們國內的品質 CNC的品質 是算真的很好 所以大家不要覺得說 啊 好像大陸比較強 然後日本比較強 其實我們CNC品質也是很好的 對啊 然後再加上 呃 他們 等於作者 兩個作者上面 他們都有一些就是 共同的理念啊 就是可以 把品質顧好 那我覺得這個 這個這一點是我 滿在乎的啦 對啊 因為很多東西就是 像 怎麼說 很多 很多Spinner 它在品質上啊 是有瑕疵的 那 它這一顆呢 其實做的不多 它第一批不多 那 希望大家說 有 有 有賢錢的話 也可以支持一下台灣的作品 因為 呃 不要說國外 國外可以做出這種 這種 公 應該說 不要覺得說 國外的月亮好像一定比較遠 說實在的話台灣的東西也不錯 然後 再來一點就是 呃 他們上面可以做一些殼子 我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接受 讓人家雷雕的部分 然後旁邊這邊啊 都會有編號 我的是023 因為我很多的產品都是023 然後這裡是他們家自己的Mark 有沒有 OK 然後 呃 它轉動上啊 說實在啊 你正轉反轉 因為我有跟他們講過說 我覺得 我唯一覺得會歌手的地方就是 這一個部分 對啊 因為好的地方講 壞的地方我也要講 我直接跟他們講過說 我真的覺得這個地方 會有一點點的歌手的疑慮 因為 為什麼 你看喔 這樣滑的時候 轉過去的時候 我的手會直接帶到這上面去 所以 它還是會有一點 歌手的小問題 不過 這個還好 因為它有倒一些西角的部分 所以我倒覺得 還不錯 就有做一個倒角的部分 其實它不至於會像人間凶器 這樣子 OK 然後 它整個在 在那個 陽光下的光影變化 是很漂亮的 對 你可以看到一些 你可以看 從現在看一下就是 呃 在 燈光下的變化 已經很漂亮 那陽光下 可想而知 它會更漂亮 OK 那我給大家轉動一下 它轉動的時間也是蠻長的 然後因為 為什麼我沒有開培林 給大家看的原因 是因為 不好意思我轉不開 我不知道它 做這麼緊 因為它那時候 有跟我講說 他們的培林對蓋 這裡有做一些緊配的部分 也太緊了吧 緊到我拆不開 所以 我沒有打算要去拆它 因為 我不想手這麼賤 然後拆開之後 拆開之後 裝不回去 所以我很怕 所以我等到 問完作者之後 我再來拆 所以這部分我覺得 嗯 下次可以不要做那麼緊嗎 好可怕 拆也不是不拆也不是 OK 好 那 再來我講一個 比較 比較市場面的問題 給大家聽聽看 就是 因為現在的產品 很多就是 可能做的比較大同小異 對啊 說實在話 那這一顆呢 其實 我一開始看到的時候 我比較 會去聯想到 它像 比較像 Tokeba的外型 可是 當我真的拿到的時候 可能 可能 這一個地方 會有一點像 這兩邊 可是 它整體的設計 概念是好的 因為它是 它是屬於一個 戰斧的設計 對 跟Tokeba完全不一樣 因為Tokeba是非常小顆 如果有看我評測人 就有看過 Tokeba其實非常小一顆 所以在設計上 我覺得這一顆 是沒什麼問題 然後 再來一點就是 它的整個 刀啊 整個走刀的部分 其實是很漂亮的 這裡都很漂亮 對 然後 對蓋上面啊 對蓋這個雷雕的部分 我也覺得蠻漂亮的 有自己的特色 有沒有看到 走刀的部分 其實都還蠻漂亮的 OK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呢 也可以 多關注一下 他們家的東西 OK 那 我今天就介紹到這裡 那 再轉一下給大家看 我沒有開冷氣 好熱啊 OK 那 如果說 大家有興趣可以到 蝦皮上面打 Raven Spinner 然後就可以找到 他們家的東西 對 那現在 好像 預購已經結束了吧 那 呃 大家有要買的話 可能要快一點 因為 他們的量 說實在的話 沒有做很多 那 不鏽鋼的 我是覺得 說實在的話 可以買來保存 因為不鏽鋼的 你也不會壞 也不需要保養 那這個部分啊 我覺得 大家可以買回來支持一下 台灣作者的作品 OK 那喜歡 Spinner的朋友 那就請大家多幫忙 對 OK 謝謝大家 那 今天就聊到這裡 那如果說 大家還有什麼問題 也可以在 FB或粉專上 或是留言給我 在YouTube留言給我 OK 謝謝大家 大家掰掰 Raven